Hello大家好我是洪耀 那挺巴勒斯坦州呢就爆发了 有学校的老师跟学生举枪来进行这样子一个挺巴勒斯坦的举动 结果呢当然有一些这个议员啊 他就有发贴文说要谴责这种 把暴力带入校园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最近啊 可能华社都不怎么喜欢的这个尼可敏啊 地方部的这个部长啊 那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有出文啊 去有去用马来语说这个学校不是一个让大家去埋藏 这个极端主义跟暴力的地方 然后那个贴图呢就是这些穆斯林的小朋友呢 假扮成这个武装分子 那举起枪这样来做这个所谓挺巴勒斯坦的活动 结果呢就引来一个懂得华语的马来人呢 他就po了这张图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左边呢就是尼可敏这个instagram当中的那个贴文 右边呢就是一些华人小孩啊 Cosplay成这个日本的一些忍者 那这个马来人他叫做Rafisa Chanlin 他就说虽然不同 但看起来一样 然后在那个图里头呢 他就说是否看起来还极端恐怖呢 其实他这个东西想要引射的就是这个行动党 或是说华人社群啊 在这件事情当中一直去抨击很多的一些穆斯林 小朋友或是穆斯林老师 去Cosplay成这个 所谓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呢 其实是双重标准的 明明你华人 你在找钱的时候 你其实也是有这个Cosplay比赛嘛 你也是有把武器 把暴力带入这个校园当中嘛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 在这些小孩子的心灵当中埋藏暴力呢 其实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这位马来同胞有点搞错事情 因为我的想法是 尼部长也好 或是我们华社的立场呢 从来都不是反对说 你去Cosplay某一些 所谓带着武器的人士 这个不是重点 我举一个最简单直接的例子 比如说 如果是在一些国庆日当中 一定会有一些舞台剧的表演嘛 那会不会有一些武器啊 有人要做反派 有人要做正派 会不会有武器的一些交锋呢 也是有的 可是我们不会去抨击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属性跟性质不一样嘛 这个华人他就是一个Cosplay比赛 他可能这个模仿的啊 下面可能模仿的是这个 呃这个鬼灭之刃当中的其中一个见识啊 上面那个我可能不知道 可能是这个宁加德德嘛 毕竟他的头是有点轻轻的 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左边这个呢 你要知道那个场合是什么 在现在的情况当中是 呃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啊 是有这个战争的这个状态当中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鼓吹小孩子拿起武器 然后蒙面的话 其实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 你的立场给人的看法就是 你是挺武装分子的 当然对于马来人而言 哈马斯他不是恐怖分子 我们首先也从来没有说过 哈马斯恐怖分子 我们国家立场也不把 这个哈马斯当武装分子 但无论如何 我们的立场难道不应该是挺和平 跟挺人道主义吗 如果你是挺和平 跟挺人道主义的话 你干嘛要cosplay成 这一些武装分子呢 对不对 你应该cosplay 或是说你应该展现出来的是 你希望这个战争可以平息 你希望以色列可以 不要继续攻打 这个巴勒斯坦的平民嘛 这才是你要强调的 但是你cosplay成这个模样呢 就给人一种感觉是 你支持他们把回去 我不管 你是不是cosplay 恐怖分子也好 还是武装分子都好 但是支持他们打回去 这个信息 这个message传递出去呢 就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也不是一个校园当中 我们应该有的信号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包括这个懂得华语的 这个马来人呢 我觉得他是搞错重点了 事情从来不是因为你拿枪 所以我们反对 而是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你给拿枪这个举动 他传递的一个信息是 你支持打回去 或是你支持武装力量 可是不是 挺巴勒斯坦州 如果要说他可贵的地方就是 他应该是一个在人道主义的角度 在和平不要开战的角度当中 去声援这个活动 失去了这个道德制高点的话 老实说 你就没有绝对的道德制高点 可以说 对方是错的 你是对的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 拜拜